1. 仪器开箱及安装 仪器外包装 仪器主机及配件 仪器正面为屏幕显示区域及触屏区域 顶部为接口区域 安装电极挂架 找到仪器卡槽,将仪器卡槽和电极挂架卡槽对准,从上往下卡入 同样方式安装另一侧电极挂架 翻盖支撑展示 打开仪器背部翻盖支撑,便于仪器置于桌面上调整操作角度 万代安装 在万代头处扣动万代开关,扣入仪器背部圆轴处 同样方式可卸下万代 万代便于单手操作,防止仪器摔落损伤 连接Micro USB连接线和充电器,请使用本公司配置的电源,以免仪器损 按电源键,打开仪器 遗器 遗器在接入短路插头时,遗器应显示0毫幅左右 长按电源键3秒以上可关闭遗器 二,方法管理 遗器内置多种方法,可以快速调用 起始界面点击方法管理进入测量方法管理 在测量方法管理界面选中任意测量方法 按查阅键可对该方法进行查看和修改 按创建键,遗器支持创建新方法 测量参数修改后,起始界面提示方法更新 点击方法管理,可选择是否对方法,库中方法进行更新 三,DH测量功能 一,准备标准缓冲溶液 准备测量所需的,DH标准缓冲溶液,烧杯,纯缓冲溶液为无色透明,可直接开带使用 视频中为了便于区分,使用瓶装代色试剂 二,PH电机处理及安装 打开电机盒,检查电机及配件完整性 电机补充液按照瓶身说明用蒸馏水配置即可 将电机保护盖炫开,依次拆下电机保护瓶和电机保护瓶盖 拉下电机上端加液口的橡皮套使其露出上端小孔 检查电机内补充液位高度,及时补充至加液口处 电机安装,注意观察Q9短路插头卡口处,捏住螺纹处旋转取下,并妥善保管 用相同的方式插入电机接口 温度电机,注意观察四星接口卡口处 将电机对准插入,插入后旋转外侧螺幕 注意,若用错误方式强行安装或拆除,可能导致接口损坏 3.PH测量参数设置 进入测量方法管理,选择PH测量方法 按参数设置键,进入测量参数设置界面 本视频采用导航式操作进行参数设置演示 进入方法基本信息,可查阅方法名称,减压概述,创建者,创建日期和测量参数等 进入测量参数设置界面,可选择测量PH4ORP 读数方式设置 仪器支持连续读数方式,平衡读数方式和定时读数方式 仪器默认连续读数方式,按设置键可进行修改 仪器支持电极管理功能 您可以创建,查阅和选择所需的电极,可以查阅电极的历史标顶数据 PH标页组设置 仪器支持GB,DIN,NIST,USA,MERK,JIS和自定义七种标页组设置 用户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常用PH标页组为GB标页组,可根据需要选择标页点 仪器允许设置测量结果分辨率,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仪器允许启用和关闭报警限制功能,允许设置PH标页和测量的报警限制 仪器支持标页提醒功能和强制标页功能 本仪器标配电极为三复合电极PH温度接在溶解氧接口上 需要选择对应的温度测量通道 仪器允许设置摄氏度和华氏度两种温度单位 支持自动温度补偿和手动温度补偿,两种补偿方式 数据管理设置 仪器支持样品ID设置,可选择自动序号 自动时间和手动设置三种样品ID编码方式 仪器支持自动保存结果,可以选择开启数据自动覆盖功能 当数据存储空间满时会自动覆盖已注存结果 按确认键完成设置 4.PH电极标定 清洗电极 用蒸馏水冲洗电极 再用滤纸轻轻吸干电极外部,求泡的水 将电极放入BH4.00缓冲溶液中 按电极标定键进入标定状态 仪器自动识别当前溶液 待读树稳定后,按开始标定键,完成第一点标定 仪器显示当前标定结果 清洗电极后,放入另一种标准缓冲液中 在仪器识别成功,读树稳定后,按下一点,完成第二点的标定 仪器最多支持8点标定,若要继续标定,重复上述步骤即可 按返回键保存标定结果,退出标定 仪器回到70界面,并显示电极写率 5. pH测量 清洗电极后,放入代测溶液中 起始界面按开始测量键进入测量状态 数据稳定后,读取测量结果,也可按存注键保存测量结果 按返回键结束测量 6. pH电极维护 添加电极补充液,拉上上端加液口的橡皮套 电极保护瓶添加适量的补充液 将电极插入,并使电极测量端,完全静默于参比液中 将电极置于干燥处保存,以备下次使用 4. 离子测量功能 1. 溶液准备 5. 离子强度调节剂 不同类型离子选择性电极,需要不同的离子强度调节剂 5. 离子标准溶液 5. 离子活化液 不同类型离子电极对应的活化溶液和活化时间,请参照表格 2. 电极安装及处理 打开离子电极盒,检查电极及配件完整性 3. 电极补充液,按掉瓶身,说明用去离子水配置即可 3. 将电极保护盖旋开,依次拆下电极保护瓶和电极保护瓶带 4. 拉下电极上端夹叶口的橡皮套,使其露出上端小孔 5. 检查电极内补充液位高度,及时补充至架液口处 6. 安装电极 注意观察Q9短路插头卡口处,捏住螺纹处旋转取下,并妥善保管 6. 用相同的方式插入电极接口 7. 将浮离子电极浸泡于浮离子电极活化液中2小时,使离子电极活化 3. 设置离子测量参数 进入测量方法管理,选择直读离子浓度方法 按参数设置键进入测量参数设置界面 本视频采用导航式操作进行参数设置演示 进入方法基本信息,可以查阅方法名称,简要概述,创建者,创建日期和测量参数等 测量参数设置 选择测量离子浓度 读数设置 读数设置 议器支持连续读数方式 定时读数方式和平衡读数方式三种读数方式 PX参数设置 选择离子种类 仪器支持银离子、钠离子、浮离子、氛离子、氛离子等12种离子的测量 不同离子电极应设置对应的离子名称 离子名称选择错误将导致标定和测量失败 本视频采用浮离子进行演示 仪器支持电极管理功能 您可以创建、查阅和选择所需的电极 可以查阅电极的历史标定数据 使用不同离子选择性电极时 建议先创建与之对应的电极 仪器支持直读浓度方式、标准添加方式 样品添加方式和GRAN测量法四种读数方式 仪器允许设置测量结果单位 您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仪器允许设置测量的空白浓度值默认为0 仪器允许设置PX和豪福分辨率 您可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仪器允许启用和关闭报警限制功能 允许设置离子浓度测量报警的上下限制 仪器支持标定提醒功能和强制标定功能 选择温度电极使用的接口 这里我们选择溶解氧电极上 仪器允许设置摄氏度和华氏度两种温度单位 支持自动和手动温度补偿 支持自动和手动温度补偿两种补偿方式 仪器支持自动保存结果 可以选择开启数据自动覆盖功能 当数据存储存空间满时 会自动覆盖以注存结果 按返回键完成设置 4. 离子电极标定 用去离子水冲洗电极 再用氯纸轻轻吸干电极和电极抹表面的水 开启搅拌器 维持溶液流动状态 将离子电极浸泡于空白溶液中 当最终电位大于350毫浮且稳定时 洗空白完成 开启搅拌器 将电极清洗后放入0.0001 摩尔每升的浮离子标准页中 按电极标定键 按电极标定键 进入标定状态 按标称值键 再设置标称值界面输入对应的浓度值 待毒树稳定后 按开始标定键完成第一点标定 一期最多支持8点标定 若要继续标定 重复上述上述步骤即可 按返回键可完成标定 一期回到70界面 并显示电极斜率 5. 离子浓度测量 开启搅拌器 将电极清洗后放入代测样品中 起始界面点击开始测量 进入测量状态 数据稳定后 读取测量结果 也可按存注输出键保存测量结果 按返回键结束测量 6. 电极维护 清洗电极后 将电极插入电极保护盖内 置于干燥出保存 以备下次使用 塞上电极上端加叶口的橡皮套 电极应注存在室温并干燥通风的环境中 空气中不应含有腐蚀性气体 5. 电导滤测量功能 1. 准备电导标准溶液 准备测量所需的1408V西门子 每厘米电导标准溶液 烧杯 去离子 滤纸等 标配带装电导标准溶液为无色透明 可直接开带使用 2. 电导电极安装及处理 打开电极盒 检查电极及配件完整性 将电极保护盖旋开 依次拆下电极保护瓶和电极保护瓶盖 注意观察五星接口卡口处 将电极对准插入 插入后旋颈外侧螺母 3. 电导测量参数设置 通过起始界面进入测量方法管理 选择电导测量方法 按参数设置键进入测量参数设置界面 本视频采用导航式操作进行参数设置演示 按导航式设置参数进入方法基本信息 可以查阅方法名称、简要概述、创建者、创建日期和测量参数等 测量参数可选择测量 电阻率、电导率、TDS、盐度、白砂糖灰粪、果葡糖浆灰粪 读树方式设置 仪器支持连续读树方式 定时读树方式和平衡读树方式三种读树方式 仪器默认连续读树方式 电导参数设置 仪器支持电极管理功能 您可以创建、查阅和选择所需的电极 可以查阅电极的历史标定数据 可选择不同类型的电导电极 仪器默认常数为E的电导电极 电导常数标定方式 有用溶液标定和输入电极常数两种 仪器支持电导标页自动识别功能 内置了Gb和国际标准两种常用的电导标页组 仪器支持对参比温度、补偿模式、补偿系数等设置 仪器允许设置六种参比温度 默认是25摄氏度 本仪器支持线性补偿、纯水补偿和不补偿三种方式 仪器采用线性补偿和纯水补偿时 可以设置温度补偿系数 默认是2.00%每摄氏度 仪器允许启用和关闭报警设置 允许设置电导率、TDS、延度、电阻率 灰份测量报警的上下限值 仪器支持标定提醒功能和强制标定功能 仪器标配带有温度补偿的电导电极 温度接在电导率接口上 需要选择对应的温度测量通道 仪器允许设置摄氏度和华氏度两种温度单位 支持自动和手动温度补偿两种补偿方式 仪器支持样品ID设置 可选择自动序号、自动时间和手动设置三种样品ID编码方式 仪器支持自动保存结果 可以选择开启数据自动覆盖功能 当数据存储空间满时会自动覆盖以注存结果 按返回键完成设置 4. 电极常数标定 电导电极首次使用 可通过输入标称电极常数完成标定 按参数设置键进入电导参数设置 电导电极信息选择常数 标定方式为输入电极常数 查看电极线线上的电极常数值 输入电极常数后按确认键完成 用标准电导容液标定 用标准电导容液标定 将清洗后的电极进入标页中 按电极标定键进入电极标定状态 仪器自动识别当前熔液 待数据稳定按开始标定键进行第一点的标定 仪器显示并注存标定结果 如需进行多点标定 清洗电极后放入其他标页中 按下一点完成后续标页的标定 仪器支持最多5点标定 若要继续标定 重复上述步骤即可 当标定点数量达到3点时 自动完成并结束标定 按返回键完成标定 仪器显示标称值、测量值、电极常数等 准确标定 将1408西门子每平方厘米电导标准熔液提前置于25摄氏度恒温水域槽中 熔液温度恒定后将清洗后的电极放入标页中 按电极标定键进入电极标定状态 仪器自动识别当前熔液 待数据稳定按开始标定键进行第一点的标定 仪器显示并注存标定结果 同样可进行多点标定 按返回键完成标定 仪器显示标称值、测量值、电极常数等 5. 电脑测量 5. 电脑测量 清洗电极后放入代测溶液中 起始界面按开始测量键进入测量状态 数据稳定后读取测量结果 也可按存注键存储当前数据 按返回键结束测量 6. 电脑电极维护 清洗电极后装上电极保护瓶盖和保护瓶 旋径保护瓶盖 将电极置于干燥处保存 以备下次使用 6. 溶解氧测量功能 1. 准备溶液 准备5%亚硫酸钠溶液作为无氧水 将三角烧瓶中的去离子水作为满氧标定液 2. 溶解氧电极安装及处理 打开电极盒 检查电极及配件完整性 填充电解液 打开溶氧电解液的瓶盖 撕开封口膜 换上长嘴瓶盖 将电极模套取下 将电极电解液加入模套中 再装回电极上 打开仪器顶部电极四星接口 注意观察四星接口卡口处 对准插入 插入后 援紧外侧螺母 打开仪器 给电极供电 即化一小时 3. 溶解氧测量参数设置 进入测量方法管理 选择溶解氧测量方法 按参数设置键 进入测量参数设置界面 本视频采用导航式操作进行参数设置演示 进入方法基本信息 可以查阅方法名称 简要概述 创建者 创建日期和测量参数等 测量参数选择溶解氧 读术方式设置 议器支持连续读术方式 定时读术方式和平衡读术方式 三种读术方式 仪器默认连续读术方式 仪器支持电极管理功能 您可以创建 查阅和选择所需的电极 可以查阅电极的历史标定数据 仪器支持沿度值设置 严度默认为0克每升 仪器支持自动大气压补偿和手动补偿 仪器允许启用和关闭报警设置 允许设置溶解氧浓度和溶解氧饱和度 测量报警的上下限值 仪器支持标定提醒功能和强制标定功能 温度参数设置 选择温度电极使用的接口 这里我们选择溶解氧电极上 仪器允许设置摄氏度和华氏度两种温度单位 支持自动和手动温度补偿两种补偿方式 数据管理设置 仪器支持样品ID设置 可选择自动序号 自动时间和手动设置三种样品ID编码方式 仪器支持自动保存结果 可以选择开启数据自动覆盖功能 当数据存储空间满时会自动覆盖以注存结果 按返回键完成设置 4.溶解氧电极标定 用去离子水冲洗电极 再用氯质轻轻吸干电极和磨套表面的水 将电极放入空气中 破成有去离子水的三角烧瓶中 要求靠近水面的空气上 按电极标定键进入电极标定状态 待毒树稳定后 按标定满度键完成标定 仪器显示满度标定结果 将清洗后的电极擦干放入无氧水中 当电流指小于5的时 按标定领养键完成标定 仪器显示领养标定结果 按确认键完成标定 仪器回到起始界面 5.溶解氧测量 将清洗后的电极擦干放入代测溶液中 以20-40厘米每秒的速度搅拌电极 起始界面按开始测量键进入测量状态 数据稳定后 读取测量结果 也可按存注键存储当前数据 按返回键结束测量 6.溶解氧电极维护 电极短期保存 将使用完毕的电极表面清洗干净 将测量端进入淳水中 电极长期保存 长期不用时 需要将电解液倒出 放入电极盒内 干燥保存 若电极模套损坏 请及时替换 避免测量有误 7.查阅数据 按查阅数据可进入该功能 选择 选择需要查阅的参数 一期支持按存注编号 按存注时间 按操作者 按方法名称 按样品ID和按电极ID查阅存注数据 完成查阅条件 完成查阅条件的设置后 按开始搜索查阅检索结果 8.其他设置 输出设置 输出设置 一期支持按照标准格式 GLP格式 自定义格式输出测量结果 一期支持创建用户ID 用户类型和设置开机用户登录 9.系统参数设置 进入系统参数设置界面 您可以 配置系统时间 日期 设置风鸣器 设置被光亮度 设置自动关机 设置蓝牙模块 选择中英文语言 恢复出厂设置 查看当前版本 10.仪器维护 使用完毕后 将Q9短路插头接入测量接口 保护仪器 关闭仪器 10.仪器维护仪器